曾佩慈 歡迎 歡迎四月 四月來了 我的天啊 我要先獻花 慧如發行最新單曲 深愛者好姐妹曾佩慈 特地來站台 一現身就被狂喊應四月 全因為我們余兒的距離 實在太夯了 而且從一幕裡頭走出來 最近很忙對不對 對啊 謝謝你啦 他今天一看到我也是四月姐 然後我說好的 每一個人看到你現在都是 四月姐 四月姐 而且我每個禮拜都跟他說 一四月不要再哭了 一哭我都跟著哭 今天要笑 今天就很開心 好姐妹見面不只聊近況 更大爆料 過去曾佩慈喝醉酒的往事 就剩下一個夜店玩 對 夜店玩 要去喝酒 然後我就在路上就說 我要打電話給 我的前男友誰 好啦 就是太傷心了 難道他是自己消音名字 連名單性都沒有講清楚 沒有名字 人家人就叫做前男友 我都忘記哪一任了 然後呢 我就 那時候已經真是在旋轉了 所以就拿起手機 然後他就一直在旁邊說 你不要打給他 你幹嘛打給他 你現在打給他有什麼用 然後就說 我怎樣 後來我還是堅持撥通的電話 然後把電話放到耳邊 這時候就有一隻手這樣 就是電話給我 超過的 因為已經接通了 他說他喝醉了 他打錯了 啪 就把電話放這樣 超帥 好Man喔 我還說你真的 真的啊 好Man喔 我們就是來球場 但也只有他可以這樣 對我做這件事情 其他人不夠熟就不行 就怕好姐妹 執迷不悟 魏如雲霸氣幫忙斬斷情緣 我自己卻逃不了 被家人猛吹溫 我真的被吹到 很想放棄演物事業了 就是 我目前人生被問到 最難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問我 什麼叫結婚 再來就問我 什麼時候要發情專輯 這兩個問題 對我來講 就是同等的沉重 新專輯不是靠我一個人 就可以做出來的 當然生小孩也不是靠我一個人 就可以做出來的啊 然後可能是因為我姐姐 已經生了啦 所以奶奶啊 姑姑啊 還有我姐本人 哪一天或是每一次見到我 就會說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不會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什麼時候要結婚 我就是很難回答 I see I see how I 我申愛的 不用決定 I will 我心裡發開 然後kommen 謂喜 thy 護士 姐 他 我以來 鎮愛的 路 禮不開 愛姐 它是個 小孩 只剩心很明白 我们的爱 温如云奎为歌坛两年 再推出新歌 也期望感情能赶紧开华结果 事业爱情两个异 文垂乐节晚如曾喜病采访二岛